哈喽 大家好 我是莫尹 今天我来到南安寺 好耐正这边 我们一起看看这边有什么好吃的吧 走 我们看前面有个老马双菜面 我们过去看一下吧 全桌式非物质文化遗产 老马双菜面 这还是注册商标的 这里有换帐柜进去啊 有啊 你们这边是酸辣食材 新鲜的乳酪啊 更出来的 这些就是卤汁摊头了哈 哇 人好多啊 打包了好多 你们做这个做多少年了 可以算10年了 好快16岁到天 现在高25岁 现在一天的卖多少碗 6、7、8碗 底盆正常多少钱 15、8碗 他的菜选择经营还是很多 里岸还很多没出来的 老板要不要收徒弟 我们做了20几次 刚做了一个徒弟 菜市商餐 夜半四天吧 这就是那个红奈马马酸菜店 你看这里面有中途系的酸菜 还有鸡头 还有卤肠子 还有鲜杂 还有这个是炸的醋肉 料还挺足的 然后这是旁边 他这个汤汁是他用很多中药豪制出来的 先吃炸面 先吃炸面 这个炸面煮的不是很酱 芋头有先炸过 但是这个芋头吃起来不怎么杀 醋肉 这个肉好吃 这个小团好吃 咬一下 咬一下 你看很脆脆的感觉 再来一个很糖 烤好了 汤菜面的酸菜是重点的 它这酸菜不是很酸 我觉得这汤头是重点 汤头真的好了 吃完 老马酸菜面吃完了 那给我感觉不好一点 那就是刚才芋头吃起来不够沙沙感 我觉得非常好吃 那个炸醋肉 还有他这个汤头是用牛肉炸出来 我觉得很好喝 我觉得来南安孔奈镇这边 这个老马酸菜面值得推荐的 你可以去吃 刚才看到他生意确实不错 他就是下午4点半开到凌晨5点 所以说要来吃的话 要下午4点半后来 那我们准备回下午呢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